哈囉大家好這次的話來玩這款台灣遊戲工作室發行的放置遊戲 一星探索者 台灣開發者那應該要支持一下是不是 消耗體力進行探索收集 觀看廣告 現在就在探索了 這種類似的遊戲其實挺多的 這畫面是比較陽春一點的 畢竟沒辦法比較 你不能拿台灣遊戲機跟中國、韓國、日本這樣比 這邊探索完了 這個是劇情還可以閱讀 第一章兩千 生物 性狀 我點畫面還會跳前 一般的放置類型遊戲啊 你點這些東西按你說會出現在首頁的啦 我就很好奇會不會出現了 有出現的話就還算可以了這放置類型 好啦 差不多要來看一下了 沒有欸 啊 獨立團隊開發是幾個人開發的啊 這邊也都是點一點的啊 成就欸 還能在探索嗎 不行啦 沒體力了 所以要探索到百分之百才能解鎖下一個吧 合成了欸 水高級 水藻 石有道具不足 嗯 電視課金禮包 還有進廣告 自信 我還在玩這個啊 一直在想啊 如果政府啊 有意去發展遊戲這個產業 會不會 就沒有像現在這種結局了 我沒想到十幾年前的中國遊戲做的一團亂 人家現在都能打入日本市場 台灣部分嘛 感覺起來原地踏步啊 沒關係 如果各位要支持的話 就用力的把它支持下去吧 反正就是放置類型啊 提升完 那提升完這些還可以 把這些生物解鎖 然後放到首頁上去喔 我這是看那個說明的啦 那主要還是在探索度 探索度不夠 然後 樂趣就不夠了 探索了 在這裡 好吧 不然遊戲就玩到這裡好了 喜歡的話 下載玩 玩一下喔 很好玩的 大家掰掰